你看是不是在里面的空间非常的大的 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呢 又到了吃饭的时间了 一般不想做饭了 就跑回老妈那里吃饭了 今天也是的 偷懒跑回老妈那里做饭 顺便开这台新车回去给老妈瞧一瞧看 你看让老妈也开心一下快乐一下 让她也坐上来感受一下 因为我妈坐这台车比较容易晕车 我想她坐这台车应该不晕车 因为比较高 而且里面的空气可能又比较多一点 她可能没那么晕车 老妈不知道等一下会有什么样的心情看到 因为我都没有告诉她 没有告诉她买这台车 她可能知道了 可能要说我们浪费钱 然后买又买一台这样的车 这台车呢也是为了工作而买 感觉怎么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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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吗 可以吗 我刚刚刚 我刚刚 我妈说怎么像房子这么高 房切啊 房切啊 房切这么高 等一下当我吃过房间 就带你去聊聊 聊去你 啊 今年比较干旱啊 这个甘蔗就是这么 就是这么矮了哦 啊 很漂亮哦 吃一整甘蔗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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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最喜欢吃这一个咯 从小到大都喜欢吃这个 我吃这个可以吃饱的啊 哎 好像我又看到了一个可以马上吃的宝贝 这一甘蔗就得了 在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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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过头了 要红笙给你 红绳是这样的 不是 是扎这里的 真是好运哦 红运当头哦 红红火火啊 一路长红啊 收复 收复 放在这里啊 就回去了 好运连连 来 把它去关于 拿翻书什么呢 什么 红绳 讲得这么自然 是你家呀 拿点红绳 讲得这么自然 哎呀 真的把人帮自己家 你们那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风俗 桂叶 百姿 再加一个红绳 红包 大吉大利 开枝善叶 还有富贵荣华 富贵荣华 这个番薯很多 这个番薯 这个芝麻叶 再加多玻璃 金钰 打开枝善叶 而可以炭开枝善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